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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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多少年前我无奈地 看你离去 多少年后我期待着 你回到我这里 岁月这竹也 忘不掉你相应的缠绵 久久地呼唤你 公元已久久起年 已久久起年 我久久地走近你 围着空气和阳光 与我们在一起 让了天和大地更新的主题 已久久起年 我深情地呼唤你 风和世界都在把你 在把你拥抱 让这百年的重逢 不再分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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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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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你告诉我 郭凯血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国凯呢 现在国凯呢不肯接受第一阶段的化疗治疗 这个致癌的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 一方面呢 它能够杀灭癌细胞 另一方面呢 它也要损害正常的骨髓组织 所以啊 在这一个时间内 要让国凯好好休息 千万不要过度地劳累 或者发生什么其他的意外啊 我明白 从我们医学的角度讲啊 我还是希望国凯把他的病情 跟他几个子女详细地讲清楚 因为目前根治血癌的最好方法呢 就是接受骨髓的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 孙岩 今天礼拜天不用回公司 陪我出去逛逛 我去见霍院长了 不要再等了 还是接受化疗吧 现在不是很好吗 不去 如果你不去动手术 你居然这百分之三十治好的机会 都没有了 那如果变成白痴呢 治好有什么用 那你总不能放弃治疗吧 别这样 去吧 也许有别的治疗方法呢 还有 要让三个孩子知道 知道我有病 才回来做孝子 我才不稀罕 太太 不好了 三小姐刚才要去机场 临出门前 在房间里晕倒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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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医 赶快找医生 好 不用了 我敢去机场 身体健康最重要 不舒服还要出去玩 不准去 贤医 快去叫医生 你 你怎么穿这么多啊 发烧啊 会不会 我想 他应该赶快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 不用了 我知道我是什么病 什么病啊 我得了厌食症 我以后再也不敢随便乱减肥了 这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小时候啊 就有人活活饿死 有的吃已经很开心了 这一代的孩子怎么 这天天减肥吃什么减肥药 把身体弄坏了 你看 真不懂得珍惜呢 好呀 不要再说了 这厌食症嘛 就是心理病 明思 从现在开始 你要告诉自己 你想吃东西 你要吃东西 我没心情吃 那你只有心情去玩 我不是去玩 你要去北京 你要去找李懿哥哥 二哥在北京的地产公司出了事情 我得去看一看 你跟明杰在北京的地产公司 有什么关系 梁子田找二哥 合作开发北京的地产项目 可是二哥在破产器中 前面 我会记得 大专at 平均 他平均 我把阿姨推得 他那一份 好 一个 地区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查过你们的这个楼盘 赌证没齐 就敢出来卖 我不买你们的房了 要退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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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楼盘是非常优质的地产项目 我们的楼盘是非常优质的地产项目 什么问题也没有 赌证很快就会下来 也没有问题 你们不需要退定 如果你不退钱 我就去告你们 就这样了 这么多人啊 好像都像我们一样来退定了吧 是啊 原本以为买下号发展商的房子会好一点 谁知道连五正都没有去卖房子 这样没保障 小妹 在这儿等着 我去退定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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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实在做不了主 我也得去找负责人 那把你们负责人找过来 找过来 找过来 你别别人了 你就是这个房子的老板 你就是这儿的老板 我知道你啊 你就是龙凯集团的二公子李明洁 你别说废话 你赶紧给我退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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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我告诉大家 这跟荣海没有关系 我们公司也非常地稳固 我没有必要骗你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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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李明洁 我今天留了四个口讯 我叫他打电话给我 他有没有回复 林总 刚刚打电话来说 如果再不交钱的话 宫殿那边就停工了 我知道了 杨大哥 杨大哥 这么巧啊 来来来 坐 不是巧 我是特意来找你 你这样来 人家还以为我们两大集团 要搞什么大计划的 今天我没心情跟你说笑 你知道你的儿子Martin 跟我的儿子明洁 在北京搞了个房地产公司 还有我女儿明司当董事 现在地盘出事了 有人要退房子 有人要告公司 市政府还要插手调查这件事 有这样的事吗 梁大哥 我知道这个事情跟你和我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相信你和我一样的 不想自己的孩子 在北京的商界留下不好的名声吧 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是什么事情 你会想做什么 是什么事情 你也听不懂 那是什么事情 不然我还记得 你们这种事情 你会想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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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 你今天为什么没来酒店接我 小元为什么今天没有去酒店接我 而且酒店为什么告诉我的房费 这只交到了今天 中午之前必须去测试 怎么回事 李总 公司已经没有钱了 这是我辞呈 请带我转交一下梁总 梁总呢 他已经回香港了 什么 如果可能 请李总能够今天给我结一下账 我知道 公司现在很难 可我们毕竟是打工的 好 那你让小元去酒店把我的行李拿回来 可以吗 您还是自己和他商量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告诉你 我李明杰敢作敢当 在香港的商场上我什么没有经历过 我 我不会赖你们的账 不是 李 李总 我仍然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 能跟我共渡难关 好吗 爸 吃早饭吧 嗯 这次回来 我能多陪您待一段时间了 嗯 苏伯伯说 他往返于北京跟香港之间啊 太辛苦了 让我负责北京的事 嗯 那好 这个东东的事让他够烦心的 你多帮我他 嗯 这上面说 北京有一个楼盘被封了 嗯 说业主纷纷退订 但是都拿不到钱 哼 那种事 爸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李明杰啊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李明杰啊 啊 我打电话到我们公司问问 这明杰这个孩子是 你不想念的 现在你不想念的 现在你不想念的 我去问的 你不想念的 想念的 哎呀 你不想念的 你不想念的 情况不必要之后 已经把公司所有的资金 都撤走了 工程那边 现在也已经停工了 他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先别生气 我们再看看 想想别的办法吧 李总 您看我们这月的工资 什么时候发 我会把钱给你们的 一分都不会差 找他 找他去 好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找他 在这儿呢 走 你不是说退钱吗 你钱在哪儿呢 我们那钱的 钱的 给我们钱的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您拉着我也没有用 好好说话 我会给你们想办法的 谁让相信你的话 看来我们的公司都回不了 还怎么给你们的 你说什么呢你 不退钱你还打人 不要打人 不用打人 不要打人 不要打人 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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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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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起来 这打架解决什么问题啊 打出个三肠两股短来 问题还怎么解决呢 他不退前来打人 我们不相信哪 跑怎么办 我是他大伯 我叫李国荣 大荣烤鸭店的朱厨大师傅 北京人家住北京 我跑不了 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今天就给我一个面子 给他一些时间 把这个问题好好地解决他 行不行 先怎么着 好 表姐呢 没事的 谢谢 谢谢大伯 你就在大伯这里暂时住几天 你知道什么叫失败吗 失败 不过是个教训 让你再好好学习 不管挫折多大 有多大的困难 性侵斗志不能丢 你行的 明杰 你要相信自己 能够接受教训 这北京老百姓 花了一辈子的钱 买你的楼房 为什么 你要让十三亿人 看得起香港人 我是不是让你看笑 你是不是也有话对我说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 我研究了你的楼盘 位置很好 在二环以内 如果真的变成烂尾楼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要是司法介入追究责任的话 你就会更麻烦 我觉得 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了解 内地的法律法规 你们应该尽快地找到一家内地 有实力的财团 注资进去 这样的话 取证和资金不足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到时候 也可以挽回那些准业主 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信心 对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跑 人际关系 人人都说自己有关系 有实力 天天吃吃喝喝 可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 那你都找到什么人来帮忙呢 这是个皮包公司骗人的 这个人在业内的名声很不好 这个人在业内的名声很不好 最好不跟他合作 这家公司倒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下 这 我明白了 就是说这段时间我都在办一忙 别灰心 别灰心 会有办法的 别灰心 会有办法的 但是我会有办法的 真的好 这我 喇利啊 有什么事儿吧 有事就说 我知道 你原来最担心的 是怕李懿知道他的身世 现在孩子也想通了 没事了 你还有什么烦心的事 好了 我不给你兜圈子了 我是为了明杰的事情 请你过来的 他的事你也不要管 他是我侄子 我能不管吗 楼房在北京造了一半 出大乱子了 还跟人打了起来 我这两天就让他睡在家里 这会儿李懿跟他出去了 你帮帮他怎么样 他父亲也可以帮他吗 你帮会更好啊 你这个老丈人 宽宏大逗的 接受这个女婿的求援 想来个东东啊 跟他可以更好地重新开始 这 这 我知道 他是对不起东东 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但他毕竟是那孩子的父亲啊 怎么你就忍心 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父亲 就没父亲 我去打的 我说我来爱了 我来的事情 他都没受到 我去打的 我给你做 你会怎么来的 我来的 我来的 欢迎来 你 就 欢迎来 我来的 我来的 他是日文的 ザ 苏总 明洁到了 苏老板 坐吧 我研究了你的楼盘和你们公司的情况 我决定注资入股 谢谢苏总 有关合同的细节 我会叫律师和你联系 这一资金等合同签订以后 我马上会拨过去 有关办理楼盘武证的手续 我会派人帮你跟进 谢谢 谢谢 谢谢苏老板 香港发生的经济危机 中央政府 为什么要救香港 这不是虚张声势 也不是同情施舍 这是血浓浴水呀 你大伯 这次来找我帮忙 这也是血浓浴水 明杰 不要再叫爱护你的人失望了 好好地从头做起 帮着我守住这个项目 如果你再出现什么意外 我让你双倍地赔偿 我非常感谢你们今天 能跟我一同渡过这个难关 你们都非常地优秀 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 对我们的客人有礼貌 准备好了吗 好 我现在去你的家 雅先生请坐 请问需要点什么 不不不 我这有了 不要 我不要了 下午到早 郭凯呢 他在分公司 明杰那個事情不要急 他現在住在我家裏 情況還好 慢慢會有辦法的 我這次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想跟大哥商量 大哥 是 是郭凱的事 怎麼了 郭凱怎麼了 他 他得了血癌 血癌啊 不著急不著急 他現在怎麼樣呢 我們 我們有去看醫生 他也有吃藥 可是他就是不接受化療 他也不肯讓我告訴任何人 包括孩子 大哥 您知道的 咱們家那三個孩子 一起一個比一個女 我 我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他還成天的在公司忙著 寶哥 我只有求您 您勸勸他吧 他就聽您的 勸勸他就化療 您勸勸他 音樂 我她提供然 沒禮拜 我 你看嗎 我是 是 沒禮拜 我 要做到 要不是我们晚来了 我真不希望明洁 见苏远城这个人情 我们的儿子这样欺负他的女儿 他不记仇 反而会帮明洁 我真不懂这大陆人的心里 到底是想什么 哎呀 别把人家的好心 想得那么复杂嘛 他帮明洁啊 一 是因为大哥 二 是为了他的外孙 他这样帮着他 明洁和苏东 才有和好的机会嘛 真的这么简单吗 怎么了 我也希望人人是好人 在商场上很复杂的 不能不提防一下 你富到人家你不懂了 我坐在今天 这个所谓香港经济大亨的地位 每天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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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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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请大哥来的 我们来北京了 不通知大哥失礼的 大哥 你坐 你都告诉大哥了 大哥嘛 不应该瞒着的 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 把我当病人来看待吗 听树原说 你每天还到公司去上班啊 我是个打仗的元帅 不能在战场上 不能在战场上作战 每天好像都没有用的人 躺在床上等着人来照顾自己 这我受不了 我宁愿不及 还有 我长时机 没有到公司上班 没有打理生意 那谁撑起这个荣凯集团 我要在我离去之前 我要让荣凯集团的股价 攀升到旧七十最高的水平 这样的话 我才能对得起 荣凯集团的股度 还有买我公司股票的股民 郭凯啊 现在最舍不得你的 不是那些股东 也不是那些股民 而是你的亲人 大哥 你没登上过山顶 你不会明白 事业是我的义气 我死也要死在山顶上 你刚才说过 你是一个能打仗的元帅 我们现在病魔来了 病魔找上门来了 那你要不要跟他战斗呢 我看我们大家都指望你 打赢你人生战场上 最重要的一仗 这是你的哥们 显然的祝福 所以我信心 我们的救世 他们的救世 他们的救世 我们的救世 也有救世 也有救世 我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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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